直动的发球台了 首先要来发球的就是目前在场上领先的泰国名将瓦拉川 他今天又打了两个Under 因此来到了10Under 如果瓦拉川可以一路领先的话 这个情势对他是相当有利 目前他在场上已经有两杆的领先了 实际相当坚强 曾经是亚洲的No.1 他的灰干实在是学不来 有他的一套 人站不稳没关系球很直 可以去到他要去的地方就好了 他在记者会很谦虚 卢建顺老师问他说 他说我都没有打球 大家都觉得他说谎 看来是打得这么好 在领先组 同样另外两名外国球员 这是马来西亚的Ian Steel 目前是-8的成绩两杆落后 这一栋大家都比较选右边这半边的球道开 最主要因为左边有放了沙坑比较多 所以大家不愿意造成那样的情况 你只要见沙坑可能就没有办法两杆拼了 最后一组呢 另外一名澳洲的球员David Gleason 曾经拿过中国公开赛的冠军 那是他比较赢过最大的比赛 那其实他是半个台湾人台湾女婿 娶了我们台湾的女孩子 哇 BASE 目前-7的成绩 这个球 有用力看 用力哦 哈哈哈 不要太右边 這個個頭並不高 但是他推桿動作其實真的很平順又有效率 剛剛那球是沒辦法要吹一點距離出來 然後回到第十棟 Glaison 他的第二桿 對他是開進了右邊的bunker 先回到球道中間來 爪子 我拉穿的则是在右邊的球道上 拿球道摩桿出來打 這裡有他一套,球還是可以空到他要的方向過來 快上來了 這是有當球員的特質 當教練可能學生也會怕怕的 他就是可以用他的方式打出他所要的球 再來我們看L-Steel 也不錯 大概送到第三竿他想打的距離 不然的話 應該當作最後一天來打 的確是 不錯,這個球上來還會咬住往後拉 David Grayson在西區第一棟 這是比賽第十棟 的確是因為其實這個賽務部門一定會有幾套劇本 準備著看根據老天爺的反應來推出來 那最壞的結果當然是今天就 比賽可能就結束 但是還是盡量能夠讓比賽第四天能夠繼續來進行 因為總是大家在花這麼多的心力 去簽約,去準備場地 去找球員做這麼多的宣傳 就來個颱風不還是一切事情都搞亂掉了 所以還要看下午之後 那個颱風的行進速度 那如果說真的登陸了風雨大強 那當然沒辦法 一般打了一下雨都沒有辦法打 何況是颱風 如果風勢太大的話 對球員來說當然是影響很大 那颱風那全手沒辦法打 也危險老實講也危險 好,這球漂亮 盡量靠近但是不要超過 這是基本原則 Birdy Chance Birdy Chance 華川呢 算一下距離 他現在站特別停留的地方 應該是他想要的落球點 走上來之後 他可能就會分 比如說三分之二、三分之一 然後他決定他切球的一個彈道 讓他滾動多少 他已經在門口了 不過不是很能夠清楚看到旗桿的一個 洞口位置 真的很厲害 那個落球點是要 但是這個球可能spin太多 沒有照他想像的在滾動 落球點真的就是他剛站的地方 沒錯 就是剛才走過來 腳特別踩了一下那個地方 蠻準的啦 其實好的一個短竿的球員 就是你能夠控制你落球點在哪裡 然後你的球的 落地之後的滾動能力到底有多少 你的心中有很清楚的一個圖像出來 其實文安昌 他是打得很好的球員 而且非常的親和力 我們台灣的幾場比賽 那其實請他在賽前來參加記者會 他都非常樂意配合 甚至養著這場記者會 他還自己帶了一個泰國翻譯 事實上他也經常來台灣比賽 大家跟他也都比較熟 球技也是相當出色 唉唷 這球推得非常的積極 只有過動太遠喔 嗯 可惜喔這個 這麼大力道還提早往右偏喔 可能是 擀面有點開掉喔 其實這種五肝洞喔 看起來好像對他們來講 沒有什麼 太大的難度 但是最後如果你帶著一個怕離開喔 心情會有點鬱悶 哈哈 那我來參加來推他的Burly Put 推進去的話呢 當然 就可以再來到 -11喔 嗯 他非常謹慎喔 因為對他來講喔 你就是要保持單獨領先 就是這個原則喔 要單獨領先 那明天在明天怎麼看喔 看起來要抓得滿左邊喔 嗯 基本上這個球還是在 國嶺下方 對 對 喔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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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的一個颱風天氣 天氣變化蠻大的 當然 觀眾朋友你們在這個電視上 看到的顏色跟你實際上 在球長上面看到的亮度 一定有一點點不一樣 不過剛才的確是在 D-10的上空有一朵烏雲飄過 是啊 我們攝影師也沒辦法這麼快速的朋友 嚇了一跳 好球 Yung Steel打進了Burley 所以他來到了9個U 跟韋達昌只差一竿而有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D-10的角落 D-10的角落